嗨,大家好,我是玄妹,我来自越南 我现在呢,在四川成都这边生活 这几天呢,在网上 人教版小学初学教材发图 收到很多社会的关注 大家可以看一看下面的视频 男生穿裙子 和别人交流 双手插在前后裤兜 双手交叉在胸前 看上去很傲慢 很嚣张,很没礼貌 厨师不讲卫生,脸脏 爸爸不刮胡子 爷爷奶奶是外国人 老奶奶很恐怖 张大妈述中指 小朋友耍流氓 对于这些教材插图的问题 其实呢,不光是中国这边 在我们越南这几天这个话题 也已经上了热门了 那在越南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们越南那边不光是今年 而是这五年来每年这个时候呢 这个话题都上了热门的 去年呢,这个话题上了热门 因为小学语文教材里面的内容 跟小孩是比较敏感的 这个事情呢,收到很多 越南那边的家长的反对 今年出版的新教材 是内容是比较好了 已经更改了 然后画面也是特别好 大家可以看看越南那边 今年的教材 就是画面也是很好 然后内容里面也已经更改了 但是又出现了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年代 就像我之前呢 都是我先学 然后教材呢 就留到后面给我妹妹 然后我妹妹学完了 又给我下面的妹妹 就是我们之前 因为家里太重嘛 没有钱买新教材 所以一直都是买旧的 然后如果家里没有的话 就找其他人 村里的人 有的话就买别人用过的教材 从来就是很少很少买新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条件不好嘛 所以一直都是 节约了很多教材的钱 但是越南这几年了 每年都更改 就是教材里面的内容 然后每年教材的内容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家长们是没办法 只能每年买新的教材 给自己的孩子上学 因为每年内容都更改 所以你不可能用旧的了 所以旧的就不要了 越南那边 现在你们也知道 虽然现在越南也是在 正发展的国家 也发展了很好 但是呢也有很多 就是农村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们也是条件还是不好 如果每年叫他们买新的教材的话 就像我们以前一样 就家里虫嘛 就没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呢 越南的工中人民也感觉 现在那个教设部的方法也是对社会不好 因为偏远的地方或者在农村比较重的家里 如果没钱买书的话 他们就放弃学习 放弃上学 所以我们的国家的教育就是带来很大的麻烦 然后这个又不是今年的热门上的问题了 而是为什么今年这个话题又上热门呢 那就是因为今年的教材 比去年的涨两到四倍 本来每年你都要换内容了 每年都要家长给孩子买新的教材了 你还要涨价 不是涨了一点点 一涨就涨两到四倍 人家谁受得了 就像在城市里面呢 条件好 那他们还能接受 那像农村呢 或者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们怎么办 他们只能放弃学习 放弃上学 对不对吗 这几天呢 在越南这个问题 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已经上了热门了 我刚刚搜索了一下 这几天都是当前的热门的 然后昨天教育部的部长 已经回答了 为什么涨价的原因了 他的回答就是 因为今年的教材 比去年的还要大一些 他说他们用的那个纸 也是质量比之前的好 我就纳闷了 有多好呢 难道那个纸沾的水 不会烂吗 还是怎么会是 因为我们之前 一家人取完了 还可以 那个教材还可以拿去卖配瓶 当时那个纸也是很好 除了好几年 都一点都不会烂的 也没有问题的 都好好的 为什么要换更好的纸呢 而且他们换的那个教材 更大更宽的话 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影响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小学 还是很小的 因为现在小孩子 每天课程都是比较多的 然后每天书包里面 全部都是教材和树 很重的 对他们的成长 真的影响很大的 耳末在越南出版的公司嘛 只交给一个公司来出版 这个教材 其他的公司呢 如果出版的话 就是违法的 所以他们的意思就说 反正只有我们公司出版 我就是给这个价格 你爱买不买 反正你不买我们的 你也不能在其他地方买了 因为在其他的公司也没有权利出版教材的 所以意思就说 我就是住这个价格 你爱买不买 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越南那边的家长 他们是很怒的 很愤怒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越改越不好 每年都要更改 而且越改越出问题 反正这个话题呢 就是上面人才能解决的 我们只是在这讨论嘛 也改变不了事实 也改变不了什么事的 所以就这样吧 只能接受了 讨论也是讨论 上热门就上热门 但是呢 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再见